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干干净净 高高兴兴地成长 今天 三名主持人放下手中工作 陪着孩子开开心心过六一 一起秀才艺 玩游戏 原地转两圈 影响品 大声大声 军女文化大事业 推出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 精彩不容错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好 真好 刚才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节目 什么 Happy Happy是个英文歌 是吗 今天我们有三个小朋友来到了我们军女文化大事业 首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先让女生优先 好不好 你叫什么名字 李宗盛 几岁了 四岁 四岁就弹吉他弹这么好啊 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你四岁半 四岁半叫什么名字呀 关浩月 关浩月啊 哎呦 这个名字真棒 听着特别有气势啊 你呢 你是个子最高的 几岁了 六岁八个月 六岁八个月就长这么大个了 哎呦 是不是啊 你叫什么名字呢 你好人 你好人 非常好啊 今天我们三个小朋友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也是我们今天六一儿童节专场的三位嘉宾 是不是啊 是 过节了 高兴不高兴 高兴 哎 不光孩子来了 孩子的家长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掌声请出三位家长 也是我的好同事 我们军事节目中心的三位著名主持人 王小燕 关键和一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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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这样啊 咱们先各自领各自的孩子啊 三位小朋友 谁是咱亲爹 谁是咱亲妈 一位 起 走 看看对对位 找谁 找谁 好 今天咱们就一起跟孩子们咱过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 好吗 好 三位请坐 好 三位都是我的好同事 也都是我们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栏目所在 能不能这样 先用我们不同的主持风格 在你们心中跟孩子过节 这个六一儿童节是个什么样子 那我就先按我们军事科技节目的风格吧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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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探寻生命成长奥秘 纵懒当代儿童风采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军事文化大视野六一特别节目 好 还算是又有保持自己的风格 也把今天主题也点名了 接着来 关键 讲得很好啊 小燕讲得很好 那个我呢是军事报道的主持人 我是关键 那么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 格外的亲切 因为在去年全院会的时候 作为这个主持嘉宾主持了两期这个全院会的这个军旅文化大视野 那么现在我的心情呢 就跟刚才这个关昊月唱的歌是一样的 十分的happy 我没什么词了 没什么词了 咱们让他俩说完了 大家好 我呢是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栏目的播音员李伟 今天呢确实刚才这个老关讲了 我也非常非常的高兴 因为平时呢 在家里确实因为工作的原因 跟孩子确实在一起可能沟通啊 或者一起玩的时间比较少 但是呢 今天非常感谢有咱们这个大视野这个平台 能够在这里跟孩子一起快快乐乐乐的过六一 而且追忆一下我们已经远去的童年 非常非常的开心 好好好 这个确实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特性 真的做电视这个行业 很少能有机会陪着孩子 看到后面我们有一个照片墙 有很多我们熟知的这样的卡通人物的形象 这些卡通形象和这些照片都有什么样一个记忆 来了就看见这个背景墙了 看到背景墙之后感觉就是特别的亲切 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呢 基本上像这些动画片呢 对于我们来说 跟现在的孩子还不一样 那个时候像看动画片的时候 对于孩子真可以讲是万人空向 一到每天周六 每周的周六或者周日晚上 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播动画片 那是雷打不动 必须得在家里天天看着多好片 真的是这样 你小宝贝女儿跟你多亲呢 再多亲点就咬着了 哪个印象最深 我觉得像对于这个男性来讲 那时候应该叫男孩啊 应该是像圣斗士啊 什么伊修啊 黑猫警长 葫芦娃 这都比较印象比较深刻 像这个女士一般就是花仙子的是吧 我印象特深的就是那个燕鼠的故事 还有伊修 杰克的那个 对 那个动画片 还有那个米老鼠 米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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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对这三个印象比较深刻 这说的是咱们小时候啊 同样一个问题问问你们 也问三位小朋友坐好 回答问题了啊 谁想好谁举手回答 现在咱们宝贝们 他们最爱看什么动画片 你们知道吗 应该是蜡笔小鑫和樱桃小丸子 对吗 我先问一问啊 现场来问 忘了 忘了 忘了一个 忘了 基本还说对了 还说对了啊 66.666 那基本上打60分 关键 考考你 我来说一说啊 这个关浩月喜欢的是 巧虎 对不对 我一直玩巧虎 还有这个 那个包头墙 包头墙 最近又迷恋上西游记了 西游记你也喜欢啊 动画片吗 看那个小画书 看动画片吗 小画书 最新版那个 对 然后呢 每天晚上 然后就讲西游记的故事 把我模拟成唐僧 我觉得还挺像 挺像 你别说真挺像 把爸爸模拟成唐僧啊 他当孙悟空 来来来 宝贝 这个挺好 你给我模拟一下 你怎么当孙悟空 爸爸怎么当唐僧 我看看来 我不听话的时候 爸爸经常 念紧箍咒 爸爸念紧箍咒 那你是孙悟空 你会怎么样呢 念紧箍咒的时候 我疼会疼 那咱试试呗 咱演一演呗 我看看跟爸爸 军开家里怎么演的 好不好 试试 来 今天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不怎么听话呀 师父要生气了 我要念紧箍咒了 还听不听话呀 你看你看 关键是我 你看我们 抓了一个 具体的细节表情 好了好了稳自 好了宝贝 好了宝贝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还听不听话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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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吗 听话不听话呀 师父就不念了 你看这个表情作得真是很控制 我也有点运 什么 但是哥哥就是有点在地上滚了 你觉得演得好不好 演得比较好 但是哥哥在地上滚了 那你觉得滚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滚不好 那应该怎么样 你给我们演一下 我们看一看 来 你给我们演一个 我来演师傅 让你爸爸当师傅 正好了 妮妮 今天在幼儿园表现得怎么样 表现得好 我总听了李幼儿园老师说 你今天表现得不太好 这还没念呢就躺下了宝贝 你说哥哥演得不好 这还没念你就躺下了 你可起来吧 最后来考验一下小样 刚才他们二位都说了 儿子喜欢什么动画片呢 儿子喜欢看的恐怕这个咸阳比较多 光头强 那个关号月一样 所以这种发现又迷恋 这个什么巴拉拉小魔仙 对不对 正确 正确 看来三位相比而言 最了解孩子应该是王小燕 欢乐童年玩意儿多 回忆两代人儿时经典游戏 玩过吧 然后拿那个半辣砖头 对 看打着谁你就是 这得演谁 现场游戏大屁肺 大人孩子齐上阵 看谁更有默契 你住我一口呗 都搞不好 哎呀 军女文化大视野 推出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 精彩不容错过 咱们大朋友哈 在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有什么记忆深刻的 就是童年的印象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的童年 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 哦 我觉得在农村这个长大的孩子 他的乐趣特别多 嗯 放学了以后我们就真的就在野地里撒花的跑 嗯 而且就一些小动物 小昆虫 什么像这个 资料啊 什么 蚂蚱啊 蜻蜓啊 就拿那个大扫把去打蜻蜓 嗯 下完雨之后就拿着那个东西去去土里边抠那个资料 我怎么听着像男孩子玩 哎 我小时候就玩 是吧 对 就是假小子嘛 嗯 就玩男孩子 男孩子的这些这些这些游戏 嗯 然后那个挖出来很多资料以后回家让那个父母用油给你煎了吃 那味道特别好 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我对爬墙爬树特别痴迷 是吗 对 不像女孩 嗯 对 不喜欢 你别我们剩下的就是跳核心的 哎 没错 真的 我现在没错 看的什么都是都想爬 你看见没有 儿子说了 这遗传 遗传 他看见什么都想爬 我小时候就是对爬墙和爬树特别痴迷 有一段时间就建了这么细的树我都往上爬 结果爬上去了以后 一下子那个树就弯了 嗯 然后我就掉那沟里把这个下巴都磕破了 哎呦 有了 当时就流好多血 回家肯定父母也就给训斥一顿 但是这种乐趣 我觉得哎呀 真的是就是永远磨灭不了的 你说现在回忆起童年吧 呃 你说上课学的那些东西都已经不记得了 嗯 但是 但是这些片段永远都留在脑海里 实话 印象特别深 行 你看儿子现在遗传了你的记忆 你看现在在干什么 这个 这个应该 开始做准备活动 准备活动 又开始准备爬了 这是啊 关键呢 说说我的童年吧 童年 童年呢 其实也挺美好的 幼年的时候呢 是在东北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玩的东西 其实挺多的 呃 就跟小燕讲的一样 学的东西基本上忘了 但是吃的 玩的 很有印象 呃 都玩什么 小时候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 东北人叫打piaji 那个烟盒 收集烟盒 把它折成那个三角 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啊 我们叫打piaji 现在在这地上打 这些男孩 这些人 因为收集了很多烟盒 各种各样的 全国各地的这个厂家生产的烟盒 那时候很有印象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 推那个铁 铁圈啊 铁环 铁环 边跑边跑 那个还挺锻炼身体的 嗯 很多 很多好玩的东西 现在也有 这个是关键而时 这个记忆深刻的几个游戏啊 咱们都差不多 这推铁环我也玩了 咱们的年代应该差不多 那个那个那个烟卷盒 叠的那个 我们叫什么方宝啊 叫什么 方宝是拿纸叠的 纸叠的 咱那烟卷盒叠三角 三角 东北就叫piaji 还有那个玻璃球 玻璃球 我们叫弹球 地上挖三个坑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 你看咱俩都是天津人 对我们天津人 我讲不是 我说天津 你这小时候拿 快板 快板那是奢侈品了 嗯 那都得 都得找竹竹片字 你知道吗 对 不是我们那时候 你看天津小时候玩的 对刚才说弹球 是吧 呃 还有这个这个叫 就是有那个游戏叫什么 我忘了 就是呃 立着几块砖 然后拿这个 杂皇帝 杂皇帝没错 杂皇帝 杂皇帝 有皇帝 有娘娘 对 还有大臣 杂手 还有罪犯 玩过吗 还有罪犯 然后拿那个 犯了砖头 对 看打到谁 你就是谁 就得演谁 就得演谁 对 最惨的是演罪犯的 他得挨沈 对 而且还有 对 而且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 北京叫拍杨画 我们天津那个名字 非常的雅 你知道吗 叫拍毛片 哈哈哈哈 这个名是齐 不不不 此毛片非 底毛片 没错 没错 108匠 对 这个水浒的人物 后来就是有 包括什么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 很多 然后我小时候 因为地是在天津 我跟你讲 我很羡慕 接触泥土的芬芳 你知道吧 但是我们没 我们没办法 怎么办呢 我们就在马路上 那个这个芬芳 怎么办呢 几乎放学 或者下游园之后 没在家待过 嗯 都在外边 没错 用我妈一句话说的 就是说这孩子就是吃肥了 跑瘦了 接着我们天津老太太讲 这孩子不着假 对 不着假 不着假 对 大嗓子头别醋气 怪热的 对 同样问一问三位小朋友 现在你们最喜欢玩什么呢 谁先说 我家 谁先说 我家说 你先说 让妹妹先说 你最喜欢玩什么 嗯 嗯 嗯 你想好了没有 你就先说 嗯 我再给你三小钟 三 二 一 让哥哥先说吧 你先想一会 对 哥哥先说 你最喜欢玩什么 喜欢玩老爷做小机 老爷做小机几个人玩啊 最起码 最起码是三个人 三个人 你们三个人能玩吗 我 我们天气 我去玩 我看看怎么玩 老爷做小机 一备 开始 快跑 快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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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机自己跑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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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在你们三个人当中 一点没看出 是老鹰做小机的 这个游戏呢 啊 咱跑了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 我们有点 不太会玩 解释得很到位 你女儿永远有话说 该你了 你想好了没有 你最喜欢玩是什么游戏啊 捉迷藏 捉迷藏 嗯 这是你最喜欢玩游戏是吗 是的 跟爸爸玩吗 我爸爸 不陪我玩 因为我爸爸 比较怕我帅着 我一下子 我自己心就已经建立起来 他磕成 那个 嘴巴 你看 你女儿 你女儿最重要的要保护这张嘴 因为他太能说了 既然咱们都各自喜欢游戏啊 接下来咱们和 爸爸妈妈一起玩游戏好不好 谁赢了 叔叔有最好最好的玩具送给你们 高兴不高兴 好吗 来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去 站好 好极了 我们上道具 听门口令 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这个节目叫 我们这个游戏叫风与同舟 我们的脚不能踩到地上 只能通过这个两个垫子 这个是终点 好不好 看谁最快啊 谁最快给谁玩具 预备 开始 哎呀 哎哎 慢点儿子 这纹子还挺会的 还往前滑行了一部分 可以啊 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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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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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好 停 来来来来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有我们这个有这个摄像机啊 我们刚才拍下来了 在最后充斥的一瞬间 我们小姑娘应该是第一个到达了终点 嗯 是不是 是 你现在高兴不高兴 嗯 高兴 那你是不是也亲叔叔一口呢 亲叔叔一口呗 我看不好 哎呀 好嘞 我宣布第一个环节 小妹妹 获胜 看看这个是有两个米老鼠啊 这一盒比都是你的 你获胜 高兴不高兴 高兴 但是两位小朋友我们有鼓励奖啊 你不想要比吗 补习板满天飞 又怕孩子压力大 咱们到底该学这啥 到了个班学永存学 哦 这是打不过再退 因为工作聚少离多 军中电视人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看到我之后 小脸啪就掉下来了 第一句话 妈妈呢 嘿嘿嘿嘿 军女文化大事业 推出六亿儿童节特别节目 精彩不容错过 现在很多家长也是对孩子啊 有这个班啊 那个班啊 很多兴趣爱好培养啊 三位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就是像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我觉得第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快乐 健康 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 就是说这个班什么 如果太刻意的话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如果说孩子在某些方面 他会有一些特长或兴趣爱好 家长呢 也可以适当的引导 或者是给他提供一定条件 就像壮壮呢 他是 我就发现他对音乐比较感兴趣 是吗 那我就给他 就是学一学钢琴 壮壮 你会弹钢琴是吗 到叔叔这儿来 来 是会弹钢琴吗 是不是 是不是 现在弹到什么程度了 考级了没有 没有 那你自己 最喜欢弹哪个曲子 最喜欢他 哪个曲子 这是什么曲子 学了多长时间了 学了两年了 两年了 对 至于将来能不能成名成家 这都不重要 都无所谓 就当做一个业余爱好 我的这个观点跟小样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家长能够发现他 在某些方面他比较喜好 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外语 所以就也是利用一个 一个一个闲茶之余吧 学那么一点点外语 宝贝刚才爸爸说了 你特别喜欢英语 是不是 那现在能跟我们说 说几句呗 盗 盗 盗是什么呀 狗 狗 那那小鸡呢 我没学过 没学过 你还学过什么 猫 猫怎么说 猴子 猴子呢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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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猪是什么 屁个 猪是屁个 可以啊 发音还是蛮准确的 天生对英语就感兴趣 对 这以后上学 咱们去把英文那块 什么事 还有兴趣 因为呢 今天就是整场 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的姑娘 可以 这太能说了 好词真是最活泼 这个说不好听 就是实在是不吃钱啊 要说真让他去学点什么 我确实给他报了一个班 但是我姑娘报这班呢 一般的这个家长选择的相比比较少一些 什么班 报了个班学永春拳 永春呢 跟我们来来呗 来 我看看啊 我看看永春拳行不行 首先 那个脚上 还得说 病齐 你叫我交交舒服 交交舒服 怎么怎么来 怎么来 交交我 这样 然后呢 哎呦 这这这 站着 站着 你确定姑娘抱的是永春拳 上的永春 来 来 一备 听爸爸拿 来准备 准备 准备 走 正好 正好 这是 这个是 这是什么招式 这个叫 这个在这个 永春拳里叫进马 进马 就是进马步 进马步 进马步之后 还有退马步 退马步 退马步 哦 这是打不过 退 还有什么招式 可以了 这不是 这两招都学了 好几期 好几期了 你确定咱们抱的那个是 永春拳正规的包是吧 应该是 没受骗吧 我觉得能够在那 他觉得感兴趣 过程当中呢 他能够收获快乐 能够锻炼锻炼身体 我觉得这也挺好 还有什么 前几天跟我那个 就是咱们现在全军要求这个 别唱 二十首强军战歌 平时练歌 在家里面 我上网听歌 唱的过程当中呢 他跟着我 他跟着我学 我在唱 他就对这个唱歌 戏这方面 音乐 他比较喜 喜欢是吧 来 你 你 唱一个那个吧 唱一个那个 那个就今天咱们 咱们学的那个好吗 你给我们唱一个 来 预备 大汉医生 有我在 这一场热血 抱着脚 大汉医生 有我在 将其声 谢谢我们的荣光 可以啊 这是周鹏的 有我在 我就在家里头 就是拿着那个电脑 学嘛 一遍一遍学 他在旁边一遍唱 那么毕竟 我们平时呢 我们这个工作的行当 原因所在 跟孩子 毕竟在一起 待的时间很少 谁陪着孩子 更多一点呢 像我家 主要 主要就是我家属 因为 刚才你也提到 就像我们这种工作 这个特殊性 时间呢 没有一个非常准确 不像其他 那种工作 朝九晚五 那么 基本上按照节目走 按照任务来 有的时候 比如说 今天刚刚值完班 马上 这领导说了 要出差 到哪里去 那基本上 回到家 收拾东西 把你也得走 对 有接孩子这件事吧 到幼儿园去 如果是我家属去接 孩子 蹦蹦跳跳 乐乐呵呵出来 如果是我和我家属一起去接 也是蹦蹦跳跳 乐乐呵呵出来 但是第一句话 准是妈妈 然后再喊我 如果是我自己去接 情况就不一样了 看到我之后 小脸 啪就掉下来了 第一句话 妈妈呢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咱俩差不多 我偶尔去接下我儿子 我儿子 第一句话 你怎么来了 我好像不应该去似的 我这下回要再见着我 见到我那边直接 喊 问我妈妈在哪 我直接转身就走 很伤 很伤自尊 很伤自尊 这也没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毕竟是咱们的工作所致 我相信这一点 可能小脸做的会更好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 主要是父亲 这个父亲跟母亲 可能她这个职责 和别责还是不太一样 那么家里边 平时真的这个孩子 还是作为母亲 带的更多一些 像他爸爸 也是我们中心的记者 他也是搞新闻的 就说基本上 家里的事 就指望不上 我记得壮壮 一岁多的时候 09年 他是参加咱们 索马里护航第二批 去了四个多月 后来撞着上幼儿园的时候 老师跟他聊天 就问你爸爸是做什么 他说 我爸爸是记者 我爸爸去索马里 打海盗 回来以后变成黑人了 可是那会跟老师讲 所以真的就是 作为一个军人妻子 因为我本身也是军人 特别是你做了新闻人以后 你选择了新闻这个事业 就决定了你的生活状态 确实在你们家 更特殊一点 因为夫妻都是军人 是吧 又都是搞新闻工作的 所以这一点 可能陪伴孩子 这些人就更少了 出为父母的幸福 孩子降生的激动 忘不了看见你的第一眼 着急啊 就剁脚 基本上属于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 生病闹灾 爹妈心里真难受 他妈跪地 一人都放声大哭 最后这孩子 他妈给吓得过了 军女文化大事业 推出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他们人小鬼大 古灵精怪 我爸爸不才我妈 因为我爸爸比较胖 我帅着 他们为人肃末 却并不望子成龙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 干干净净 高高兴兴地成长 今天 三名主持人放下手中工作 陪着孩子开开心心过六一 一起秀才艺 玩游戏 原地转两圈 赢奖品 当时宝贝刚出生的时候 你们肯定没有想到这些 咱们都一样 当时只是幸福了 对啊 当时我在生孩子的时候 其实也是大龄产妇 高龄产妇了 所以当时呢 也是这个没有经验嘛 就想着多吃点好东西 多吸收点营养 然后给孩子也补充 结果到检查一看 是日身糖药病 就血糖高 然后每天呢 因为血糖高了 对胎儿不好 每天吃完饭以后 都要用那个血糖衣扎针 每天都得扎两针 但是就这也无远无悔 觉得真的 就是只要为孩子好 这个不管什么 我都愿意付出 两位爸爸呢 两位年轻的爸爸 在孩子出生时候怎么样 刚才小燕说了这个生孩子的过程 其实我们作为父亲来说 人家说的是生孩子的心理 我知道 这个我当时也很有感触 真的 也很有感触 因为我的那个爱人呢 他这个生小孩的这个过程 他比较长 刚开始呢 他是准备顺产 因为他的那个预产期呢 我这个儿子预产期特别好 是2009年的9月9号 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但是呢 这小子就不太听话 之前做的所有的检查都很正常 但到临生那天 就那个 这个胎位有点不太正 但是我们呢 还是想坚持顺产 那么就一直坚持 总共这个过程 大概花了24个小时 那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在忙啊 你在哪 瞎忙 在门外 着急啊 就跺脚啊 帮不上忙 帮不上忙啊 因为你只有听医生的 医生他也要观察 就是特别着急 基本上属于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 但是见到他的时候 我这个整个一个心 就放下来了 就落地了 然后呢 就得出一个结论 是怎么呢 就是很多事情呢 你要充分的 百分之百的准备了 以后你才去做 但我觉得生孩子这个事 尤其是结婚的事 我们不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我已经百分之百 做好准备了 我要结婚 我要生孩子了 是的 你说的观点 我特别同意 可能你准备充分了 说几时几点 跟导弹发射一样 碰就出来了 这恐怕也不行 有的这24小时 你虽然是很着急 很纠结 但是我相信你这一生 那20小时你是完全不一样 感受的这个宝贝降生的那样一个全过程 生孩子确实是不容易的事 虽然是女人的事 生孩子 但是爸爸们在门外肯定都特别特别的焦急 我们家的姑娘 你看今天这个产门这个状态 非常的活活 不带食弦的 但是她在出生的时候 确实是让我们 做美听我们讲话 可以讲大跌眼镜 跟现在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是吗 她特别沉稳 什么意思呢 预产期到了 没动静 过了预产期 没动静 后来就是医生有建议 不行就得抛了 因为什么呢 抄一个星期 在肚子里面长了一斤 她的在预产期的时候 人家给她沽大概是七斤上下 出生的时候八斤一两 我说你真是你姐的姑娘 八一 八一 八斤一两 四千零五十克 我记得特别的四千零五十克 大胖丫头 然后当时从产房里面抱出来的时候 因为抛股产 把她先抱出来的 当时一看 我当时想 这孩子 这是我的帘子 没有 没有那感觉 这孩子 我这孩子帘子那么软 胖 就是那种 因为她待的时间长 所以说没有说那种新生儿 脸上有粥 有纸 全都脸崩的光光的 我说这小孩 我这脸够圆的 我当时反应 这是我孩子 就这时候才会有那种感觉 然后到 一开始确实你还没有 就没有转变过来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孩子生下来 就是在月子里 孩子不是哭闹吗 然后他奶奶他们在这照顾我 就说别哭 你妈给你冲奶呢 我当时就反应 我说他妈是谁 我说他妈给他冲奶 慢慢慢慢 你才会转变过来 我是他妈 对我是他妈 我现在已经是 对 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 我觉得真的 你会你从这种角色 角色的转换 是一点一点转变过来的 确实是有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做父母的 就真正有了那种做父母的感觉 我们孩子在两个月的时候 两个月多几天 你看那时候睡觉的话 小床是不给他家里付了 你觉得他不会翻身吗 在凌晨大概不到五点钟的时候 我被一声淒厉的叫声给惊醒了 不是孩子淒厉的叫声 是我家属 就当时就已经到什么程度 已经就是傻在那了 在床边傻在那 我一低头 孩子掉地下了 自己翻掉地下 孩子在那哭 当时那一瞬间 我感觉就是整个头皮发炸 觉得就是二话没说冲下去 把孩子抱起来 就当时我算比较冷静 从孩子从头 蹬都没开啊 从头一直就是 摸到脚一看 没事 没有说摸到哪 他嗷嗷的哭 小孩不怕摔 当时不懂啊 我儿子第一次摔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是 是他妈跟儿子在床上玩 那时候孩子刚会爬嘛 我在外边做饭 也是同样 突然听到我媳妇 突然听到我媳妇嗷的一嗓子 这孩子可能一下一爬 他没抓住 掉地板上了 孩子掉地板上还乐着呢 他妈嗷的一嗓子 孩子吓着 然后他妈跪地上就放声大哭 最后这孩子让他妈给吓哭了 这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第一次都有这个经历 很有同感 包括他第一次生病 我当时是出差 七点多钟上的火车 在夜里十二点的时候 接到我家属打的电话 我当时一看电话是我家属打的 我当时就预感到不对 因为什么呢 他知道我坐火车出差 半月十二点给我打什么电话 一接电话告诉我 孩子发烧了 当时孩子呢 大概是三个多月的样子 当然因为我们在那个部队院里头嘛 当时这个 就是我说你赶紧去带去门诊部吧 等我出差回来之后 一看孩子那个小 他因为发烧嘛 小脸啊 那个血管就是 有那种像 好多那种小毛细血管 破的那样的感觉 就一脸都是那样 像小虫子一样 给我心疼坏了 然后我家属跟我说 他们你知道明天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怎么这大院 没灯的 他本身打扰小 然后但是那天晚上 表现得非常非常大点 抱着孩子 往前走 告诉我走着走着 突然之间发现前面有一个人 没脑袋 然后我却咬着牙 就说我跟你拼的那种感觉 抱着孩子往前走 一看 是个路牌 你就快 吓了一跳 这也恐怖片 是 当时跟我说 给我吓一跳 看来这个 初为人父人母 都不容易 那么毕竟现在宝贝最大的也六岁多了 最小的也四岁了 陪伴他们这么多年了 最难得的应该是亲情之间那种心有灵犀 咱们现在再用一个游戏来检测一下和孩子们这个心灵感应到底怎么样 好不好 好嘞 把眼睛的蒙上不给你偷看啊 我们原地转两圈 转两圈 原地转两圈 转两圈 转圈 再来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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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站好 站好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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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把它扒开啊 要扒开就没有奖品了啊 这样啊 再转一点点 爸爸妈妈都在对面呢 你们不能偷看情况下 爸爸妈妈会用语言来给你们做一个引导 谁先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谁将会有一个大的奖品 好不好 好 预备 不许跑啊 慢慢走啊 预备 开始 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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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快点 太慢 往左边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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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边是右 每边是右 这边 小朋友 右 右 右 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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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个动作太稳重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小同学是最标准的一个 他真的是在通过语言的引导 而且这个蒙的是最严实的一个 咱家闺眼鬼灵听怪 你知道吗 刚才 刚才你是最快找到爸爸的 但是我偷偷观察了一下 你是睁眼闭眼过来的 有没有 没有 真的吗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就你自己 再来一次 我看看 来 咱把这 还是去晒这个 来啊 这回看得见吗 看得见 还看得见啊 你怎么眼睛这么好使啊 现在看得见吗 看得见 怎么还看得见啊 走吧 预备 开始 这儿了 这儿了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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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姑娘可以啊 这个通向感 平衡感可以啊 你刚才看得见吗 看得见 看得见 来 你看 把奖品给我 那我们就把这个形状不一样的 给弟弟 好不好 来 然后 你跟哥哥 一人一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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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育儿经验大分享 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我小学必须怎么样 中学必须怎么样 我必须记哈 我什么 我觉得那个家长也累 孩子呢 压力也会很大 儿童节 许香美好祝愿 爸妈心中希望孩子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自从上了幼儿园以后 我觉得孩子这种集体生活啊 确实能够给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哎 马上他就有知道跟小朋友分享 哎 呃 或者说有谦让 有这样的一个 哎 现象可以出现了 我也不知道平时这 这小哥仨哈 在家里面都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觉得我儿子呢 这一点我还挺 是吧 挺骄傲的 就他是一个特别温和的孩子 嗯 他在幼儿园呢 跟小朋友在一起相处 他也没有什么攻击性 他那比他小的 他也比较照顾 他也 但是有一点 我也就是挺苦恼的 就是说他有的时候会任性 比如像有一次呢 我带他出去玩 后来玩了一天 然后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碰了一小朋友 他又要跟着在外面玩 我说不行了 咱们今天已经玩的时间太长了 咱们回家了 但是就很不情愿 回家以后他就开始耍赖 然后那天呢 我就打他了 结果后来他就哭啊哭啊 然后后来自己想想 可能是自己也不对 然后就给我写了 用这么大一个小纸条 写了一个 用拼音 他现在学会拼音了 他用那个给我写了一个道歉书 说妈妈对不起 今天我又惹你生气了 自己主动写 自己主动写 所以我觉得这孩子还挺有心的 然后就说 我不应该把那个桌布拽翻 还把杯子打碎 然后还告诉我 这个纸条 因为我打完它 我要出去办事 然后说妈妈 你拿 你出去再看 然后在家不让看 然后出门你再看 后来我拿 我拿那纸条我就下楼了 下楼他在阳台上 就冲我喊 妈妈 大姨说 我的屁股上有一只手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什么屁股上有一只手 就是我打的那天 比较 打得挺重 手印 然后后来我上车 我就拿他那个小纸条 看 都是拼音写的 起的拐弯的 然后就像破译 那个密码似的 然后从这看到那 然后就这样 后来看到 当时我就哭了 哭了吧 我觉得怎么就是 我听的心里都那个劲了 有的时候呢 确实挺气人的 但是 妈妈是比较容易被感动的 对 打完了以后呢 你又自己觉得 哎呀 毕竟是一个 手无寸铁的孩子 你怎么下这个狠手了 当时自己哭了半天 你知道了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父母 可能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关键 这个带孩子 管理孩子 就确实是一门大学的 他妈妈在这方面 对他的管理 比较有一些办法 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表格 贴在墙上 就是 比如说 我这是一周 我练很多项目 今天是不是 自己主动穿衣服 有没有刷牙 有洗脸 这样 然后今天幼儿园 有没有同学同学 有没有打架 有没有文明礼貌 就分了很多项 然后呢 有这个红的大拇指 有黄的大拇指 还有叉 你表现好 就贴个红的 一般就贴个红的 非常不好 就打个叉 我没想到 当时我觉得这个表格 对他来说 可能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但是呢 他特别重视 每天到晚上的时候 他说妈妈 我们今天该评比了 这个办法 我倒是觉得 实施了一个月下来以后 他很多毛病 都就改掉了 而且你可以根据 比如说 积极上幼儿园这一项 他这一周都红的了 不是很好 那你这一项 就把它抹掉 我们再针对他 目前这个阶段 出现的新问题 给他列在里面 然后他从下一周开始改这个 我觉得这个表 我可以推荐你们 我今天算是取得真机 方法真不错 真好 今天养生一个 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 特别重要 对孩子今后的未来 有没有一些个设想 我们真的是 在培养孩子这一块 没有什么远大的这种理想 比较宏伟的计划 没有 我觉得就是从小 从童年 然后给他建立一个这种 特别温馨的环境 让他呢 就是心中始终 充满爱 充满阳光 这种身心健康的成长 我觉得将来的路呢 他自己适合 朝哪个方向发展 他自己会去 朝哪个方向努力的 与其说大人给他规定 我小学必须怎么样 中学必须怎么样 我必须进哈佛 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家长也累 孩子呢 压力也会很大 同意小样的这种想法 比方说 咱们上学的时候 班里面那学习特别好的 或者邻居里面 学习特别好的那孩子 不用拿棍打 人家一到点 自己看书去了 你这意思 你小时候是拿棍打的那个 是吧 我是自己看书的那个 你是不用打的 看武侠嘛 你说你这孩子 你从小 我要你培养成为科学家 他对这没兴趣 他喜欢画画 喜欢艺术 你不让他去干吗 那就他哪个也干不好 所以我觉得 首先我认同顺其自然 再有一点我认同 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 尤其现在这个阶段 一定要快乐 在快乐的过程当中去学习 好多知识 他通过玩 他得到的 对他印象更深 就像前两天 前两天 我跟壮壮区公园玩 我们就看到路边 有一堆蚂蚁 密密麻麻 就是层层叠叠的 然后我们俩就蹲在那看 然后他说 妈妈怎么会这么多蚂蚁 然后我说 这什么情况 他说会不会是两个蚂蚁王国 发生了战争 然后还有两个个头比较大的蚁王 他说这是蚁王在指挥 我说对 我说而且他们采用的是人海战术 然后我们俩就在那蹲着观察了半天 旁边路过的人就想看 是反悔的 对 干嘛呢 我觉得他这个通过自然 他自己看到的 就比他从书本上去学 你书本上写 蚂蚁爬行动物系群居 什么一个蚂蚁王国 有一个蚁王国 对 但他那种就是很 很书面上的那种 就不如他自己到自然界中 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 关键还有什么样东西分享的 我觉得这个年龄阶段的小孩 就让他健康快乐 自由自在的成长是最好的 当时我给他起名字 叫关号月 这个号是白告号 这个月是喜悦的月 喜悦的月 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他能够干干净净 高高兴兴的成长 挺好 这个全在名字当中的这种希望 好极了 谢谢 谢谢三位 今天真是没有白和孩子在一起过一个儿童节 尤其是我本人 今天我跟三位同行 我们三位好朋友也一起也聊了一些育儿心得 我们的感受都差不多 年纪也差不多 我也非常赞赏你们刚才对孩子培养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爸爸妈妈最想对我们宝贝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谁先来 爸 好 你跟你姑娘说了 你 伊伟先来 你听爸爸说 爸爸希望你健康快乐 幸福的成长 要改改自己的任性的小脾气 爸爸妈妈都非常非常的爱你 希望你永远快乐健康 听明白了吗 哎呦我这宝贝真好 来到咱儿子 我们全家人所有所有人都非常喜欢你爱你 嗯 然后呢 也希望你呃 每一个儿童节都能像今天这样 这么快快乐乐的来度过 然后呢 有爸爸妈妈全家人陪着你 让我们一起快乐 好吗 打点声好不好 好 好 赵赵 赵赵 记住 妈妈永远是最爱你的人 也祝我最亲爱的儿子 永远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哎呦我儿子听可认真了 还点头了啊 你说妈妈以后不要再让我屁不上有一只手了 哈哈哈哈 经常那个 就经常抱着我说 妈妈 我还是最爱你的 虽然你有的时候也 但是也是为了我好嘛 你这样 今天呢 我们军类文化大视野六一儿童节的专场 就到这里了 很高兴 我的三位好同事 还有我们三位重量级的嘉宾 今天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 六一儿童节 那么最后 我们在这里要祝愿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一备 请 节日快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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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极了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